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持续努力的结果 生活中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决定要做什么 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你对自己能力的信心 你的思维决定你的现实 做你自己,无论别人怎么看待你 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不懈 拥抱失败,因为它是成功的必经之路 做自己,不要为了取悦他人而放弃自己的价值观 拥有积极的心态,你就能创造奇迹 勇敢面对恐惧,你将变得无所畏惧 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与人建立真诚的关系 用爱心对待他人,你将收获更多的爱 想要成功,就要具备毅力和决心 相信自己,你能够达到任何目标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乐观 不要害怕失败,害怕的是不敢尝试 唯一能阻止你的,是你自己的思维 用感恩德心态看待生活,你将更加幸福 过去无法改变,但未来在你的掌握之中 拥抱变化,因为它是成长的机会 要记住,你的能力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享受当下,珍惜每一刻的人生 不要害怕挑战,它们让你变得更强大 做你自己的英雄,不要依赖他人 学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这样你才能不断进步 投入真实的努力,你将收获真实的结果 用行动证明自己,而不是空谈 接受别人的批评,它们能够让你进步 坚信自己的价值,不要被他人的看法左右 拥抱孤独,因为它能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 与积极的人为伍,它们将激励你取得成功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不是别人认可的事情 知道你想要的,然后全力以赴去追求它 坚持不懈,你将超越自己的极限 不要为过去的错误而懊悔 它们是你成长的机会 用行动证明自己,而不是依靠口头承诺 把握机会,因为它们很少有第二次 做一个有爱心的人,你将成为他人的光芒 有时候,你必须去冒险,才能获得更大的回报 不要为别人的失败而感到高兴 因为那不是真正的胜利 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持续努力的结果 生活中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决定要做什么 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你对自己能力的信心 你的思维决定你的现实 做你自己,无论别人怎么看待你 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不懈 拥抱失败,因为它是成功的必经之路 做自己,不要为了取悦他人而放弃自己的价值观 拥有积极的心态,你就能创造奇迹 勇敢面对恐惧,你将变得无所畏惧 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与人建立真诚的关系 用爱心对待他人,你将收获更多的爱 想要成功,就要具备毅力和决心 相信自己,你能够达到任何目标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乐观 不要害怕失败,害怕的是不敢尝试 唯一能阻止你的,是你自己的思维 用感恩的心态看待生活,你将更加幸福 过去无法改变,但未来在你的掌握之中 拥抱变化,因为它是成长的机会